歡迎所有喜愛羽球的觀眾 跟我們一起來到2006的台北野球公開賽 這一場比賽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個女子四強的Semi-Final賽事 目前在鏡頭下方的是來自香港的王晨 而在鏡頭上方的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頭號戰將張玲 而這場比賽我們也請到了蕭博仁先生跟我們一起來陪觀眾欣賞比賽 這一開始第一局的情況其實張玲算是調整得不錯 21比16 第二局一上來 目前還是在一個加溫的階段 王晨一開始打得不錯 是 因為他們兩個同樣都是來自大陸的選手 我們在球風上會非常的相似 那張玲跟王晨事實上兩個也曾經在大陸國家隊一起訓練過 我想他們兩個的球路應該是非常的熟悉 是 在張玲的一個鏡頭來講 當然去年他拿了五個比賽的一個冠軍 今年也有兩個 而在王晨部分去年是有兩個冠軍 今年到目前是亞洲錦標賽拿過一個冠軍 是 兩個人的其實對彼此的熟悉度 我想應該是這個再熟悉不過了 對 其實王晨在之前在大陸國家隊的時候 成績一直都是在張玲之上 所以我們也一直提到其實張玲真的是這幾年慢慢的成熟之後 這個實力有一點點這個突飛猛進的味道 那王晨其實還維持那個水平一直在那個地方 所以在可能在心態上跟情緒的一個控制上 張玲會比王晨來的好一點 好 這幾個球張玲才採取主動 他的打法當然中在女生的選手當中而言 是攻擊性相當的強 那王晨當然我想對國內的球迷也很熟悉 因為常常我們的鄭紹傑 每次世界的大比賽都督到他比較多 對 其實現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應該對他很熟悉 是 因為我們的鄭紹傑在市井賽就是打敗王晨 所以才能進入前四 對 前四強 可是其實大家也差不多知道 大致上打到這種世界上的大比賽 如果想要進前四對手不是他 就是張玲 要不然就是謝信芳幾乎就是自己的 幾乎都是自己的 要不然就是皮紅燕 皮紅燕 所以說這場比賽我們在第一局之後來觀察一下 王晨目前在第二局是5比4領先 不過從他的表情來看打得並不是很滿意 張玲的發球 4比5 來 這幾個手感還是稍嫌差了點 對 5比5 其實這一陣子的那個女孩子打反拍的那個 機率非常高 因為可能是技術上的突破 這以前好像感覺上女孩子反拍這個過度 只能夠很為難的打場 現在其實攻擊跟整個變的手法 其實跟以往比較起來是有很大的差距 對 現在甚至可以反拍扣球 跟反拍打一個平高的球都可以 甚至現在雙打裡面都會出現女孩子可以要殺的情形 所以都已經去向男性化的動作 好 這一個繞頭的點透 上映的突擊來的真的是恰到好處 而且角度也拉得相當的開 王晨來不及做一個轉體的動作 直接就是一個繞頭的一個斜線的對角 6比6 這兩個人其實都是相當熟悉彼此的一個打法 到目前為止張琳的表現要比王晨再進入狀況一些 好球 兩邊掉球 這個球王晨 跳的是恰到好處 張琳趕下來要換邊 可惜這球是掛網 這球沒戳過去 對 其實欣賞羽毛球比賽 就像在看一個足球一樣 看足球是看腳法 其實在羽球場上也是看手法 是 7比6 王晨領先1分 7比6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目前的一個打球的一個策略部分 張琳基本上有機會都直接是用平球 平高球來壓整個王晨的這個 反拍區的這個鏟 這個後場 對 因為王晨這一個位置的移動比較慢 所以他一直往他這一個反拍位置上來打 是 好这几个球还是逼着王晨在第一时间的反应上 这个球是直接把球给打出了界外 现在在第二局的情况是张玲啊是以8比7啊一分领先了王晨 好现在在我想打野球一方面现在这个落 这个球啊没有所谓的球权 所以落地即得分 所以说基本上球员自己在过程当中 他的需要反应的时间要比以往来讲要更快一些 而且随时要调试 因为不能一下就4分4的太多 容易拉不可能 8比7 这个球有一点点犹豫了一下 不过呢张玲还是选择放掉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这球出界9比7 其实判断的能力也是很重要 如果判断能力不好的话也是4分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讲到这儿啊 其实我想观众印象深刻 我们在昨天的转播当中啊张玲跟姚杰 姚杰在第二局其实一度是在game point的部分都先拿到 不过几次的判断都想要看能不能 看是 对方出界 对靠着对方出界来得分 不过这几次的判断 了解完全是落空 对 所以昨天那场比赛也是直落2啊 让张玲给晋级了 10比7了 哇 这几个球 这几个球 这几个球只能说 对王晨而言呢 这整个反应跟整个状况上啊 并不是调整的很好 对 这有些选手就是需要打几个好球 让自己恢复一些些信心 对 11比7 目前是一个暂停的时间 王晨 王晨基本上呢在整个年纪上 其实跟这个张玲啊 是差不多 一个是1975 一个是1976 王晨谨小啊 张玲一岁 而王晨基本上呢是来自 他的祖籍是上海 那有170公分高 60公斤重 他曾经在 张玲还没有串起前 也一度啊 高居世界排名的榜首 对 其实他也曾经在世界青少年里面 拿过单打冠军 嗯 好球 这个球真的是压制前场之后啊 直接一个后场的突袭 是 其实王晨也曾经是 中国大陆队极力拆赔的一个选手 是 好这分拿回来8比11 好球这几个球戳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在往前的小球 对 如果你在往前的小球能够把一些优势给找回来的话 对 打起来的整个空间就大了 对 这个戳得够短 那王晨他主要的战术也就是在往前 所以他往前如果一旦失误的话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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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都把自己 哎呀 王晨想要一样在 在前场的一个抹 可惜这球没抹过 对 想要放短一点让他不好挑 好 13比9 假动作之后出席 还有这球判断正确 对 球出界 10比13 这两个身高都很高 下压球都非常快 是 要稍微不注意的话 球就落地了 10比13 好球 王晨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过 他的优势是在这个往前 对 如果能够掌握整个往前的一些主动的话 他才有一些些攻击的机会 这个球反派的假动作做得漂亮 对 非常的隐秘 嗯 11比13 哎 不错这个判断也不错 这阵子反倒是张霖的失误啊 开始的增加 张霖急着要 再把球啊 往他的反派位置送 是 啊 这两个人都有点失误的稍嫌 无畏了一些 这个阶段拍数都不多 嗯 但是失误的都非常快 14比12 好球直接的一个 绕头的一个直线的进攻 对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拍数少 显示他们两个战术都是说 想要抢快 嗯 但是抢快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失误 嗯 嗯 13米14只差一分 对 好 这可以说是相当拿手的一招啊 对 不管是张霖还是谢新芳 这个打法 压制对方之后呢 反拍 回球过短 对 批斜线 哇 这一招相当管用 一个切杀 快速切杀 让对方没办法做转体 这也是可能是羽球选手 在防守面来讲最难的一个动作 对 转体 15比13 又是压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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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其实王晨这个球的脚步已经被调动 有点来不及 对 只能拼拼看 看也出 看也外出 对 16比13 其实王晨要赶快把情绪稳定下来 嗯 来 送分了 张霖这球可能也想太多了 张霖蛮有意思 张霖打球啊 第一个他的髮夹通常都用五六个 对 现在大家也注意到 现在女子选手的服装也是蛮好看 对 颜色都很鲜艺 而且很粉 很粉色系 哎呦 憲神这个球的反应 让王晨稍微紧张 那么一下下 对 憲神迟疑了一下 是是是 如果这个叛应赛的话 完了 王晨一定大叫一声 我们来看一下 诶 放掉之后这个球确定是奥赛 哎呦 王晨可惜啊 后场好几个失误了 是 这比较起来 当然王晨不像张霖有那么大的本钱 因为第一局已经输了 对 17比15 好 好 现在其实奖赛第二局 双方的失误率都显高了 也就是来回的拍数啊 基本上都在五拍以内 对 因为分数拉得紧 所以有点放不开 是 那又急着抢攻的状况之下 所以拍数会显得很少 机会来了 哇 这几个球 讲实在话 现在的机会是在王晨这边 就看他能不能真正的把握住 刚刚又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探头 直接 让张霖的回球啊 直接的失误之后呢 17比17 哇 哇 其实这个球 从几个动作看得出来 整个人的这个脚步 跟反应度方面 张霖虽然已经31岁 不过确实啊 他有他的能力啊 张霖这个球抢得非常快 不让王晨有任何机会反击 而且压的都是啊 对都刚刚好 对 18比17 哎呀可惜了 王晨 对 选择一个比较积极的打法 不过这个球点啊 稍微偏了一点 哇 19比17 我们再看一遍 哎呀 还是刚好在线边 好 好 嗨 接连的左右的一个调动啊 对 让王晨啊 让王晨啊引诱他的一个失误 对 因为王晨一直想要把球打得很 特别雕哦 让张霖不好打 但是这样的话 是容易失误 嗯 其实他现在现阶段应该是先把球稳下来 嗯 再稳定中哦 然后找机会来突击他 啊 这个球还是有一点脚步上没跟上 张霖今天蛮轻松 对 21比17拿下 第二比2比0 几进到最后的决赛 我们休息一下 下回来 准备 欢迎张霖 China